喵,大家好,我是野猫动画的放映员,小西,今天给大家讲太古与祭典的故事。 太古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乐器,起源于中国,以前人们打太古是为了祈福驱赶病魔,现在也多用于表演,或者在祭典庆典上起助兴作用。 亚继是太古队的成员之一,他已经离开家乡在东京十年了,虽然说是专业的太古演奏者,但现在太古并不怎么流行,通常情况下也就是跟着团队接一些祭典的兼职,没有演出时为了日常生活,他只能到处打工,即使内心不满于现状,也因为力不从心而改编不了什么。 这天清晨,亚继接到了以前高中老师的电话,说是家乡停办15年的秋之太古记,最近要恢复了,准备重建一个太古队,所以想请他回来做指导,亚继答应了。 不久后,独自回到家乡雄本,高中老师来车站接他,太古队的训练在明天,所以亚继先回了趟家,和家人打了个招呼。 但这些年间,自从他高中毕业后,固执的要去东京发展,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僵硬,自己大老远回来一趟,他连正眼都不瞧一下。 不过,亚继心里也清楚,毕竟这么久了,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事情,不被待见,也理所当然的吧。 黄红降临,他独自在镇上晃悠,思绪忽然回到了15年前,那天,亚继和两个姐妹一起放学回家,在路上忽然听见庆典太古队训练的声音,不由待被吸引了过去,帅气的姿态和咚咚咚咚的声音直击他的心灵。 第二天,亚继也去参加了太古队,负责教太古的是名大学生,也就是后来的高中老师,而这里除了他之外,还有不少同龄孩子,或许是因为有天赋吧,亚继上手特别快,第一天就被老师夸奖了。 从那以后,他就沉迷其中无法自拔,经过两周的训练,已经可以和其他人配合演奏出完整的曲子了。 只是在祭典前一天,小镇迎来了台风,不过第二天,天气恢复了,祭典也如期举行,可太古大会的表演还没开始,就因为设施坍塌而中断,属于亚继他们首次的演出也结束了。 从那以后,中学三年过去了,小镇的太古祭都没有再举办过,不过没想到,亚继的高中班主任就是曾经将他太古的大学生,恰好两人都想继续打太古, 于是便在学校里重建了太古部,而且因为亚继的展示演出吸引了不少人入部,当然,还有被他强制加入的两个姐妹花。 训练时,那种鼓声心跳声,以及青春的汗水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也终于回来了,亚继很想让太古再次响彻这个城镇。 经过刻苦的训练,他们在校园祭上完美完成了太古表演,还上了当地的新闻,古板的父亲却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 高中三年,他从未去看过女儿的演出,而至于太古祭典也一直没有恢复。 亚继毕业后就离开家乡,为了梦想独自潜养东京,直到现在。 第二天,老师来接他,一起去了太古队训练的体育馆,这里比以前训练的地方更大,人数也更多了。 这时,两个后辈走来向亚继打招呼,才知道原来的高中就要废校合并了,为了留下点纪念,他们提出想恢复太古祭,所以想让亚继也加入太古队,作为成员之一参加祭典。 他有点退缩,可没想到以前的姐妹花,还有一开始一起训练的小光头男孩,也回来了,大家都希望他能一起加入。 亚继久违的也热血起来,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未来的结果如何,但只要能和梦想邂逅,为了实现它而前行不错,即使是只完成了一点点,也足以让人生无悔了。 好了,我们下期见。